好吧 那今天的成会就这样吧 好 妈 怎么 大哥 昨天胡家的事你听说了吧 我知道 外边现在都传疯了 说我们胡家欺负人的 我已经让周英他爹 去胡家道歉了 周英 爹去了没有 我爹 他 昨晚一晚上没回来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道歉的事 那是什么 大哥 我跟二哥和三哥都谈了 我们觉得 让周英插手我们胡家生意上的事 不太合适 更何况 他的家人又是这样 四叔 我 周英是周英 他爹是他爹 本来就是一路人 什么本来就是一路人 不就是出城江湖吗 但那又怎么样 周英他为人善良 行为磊落 收怀坦荡 对他爹 做事是比较鲁莽 但那也是因为爱女心切 吴萍 怎么跟四叔说话的 老四啊 周英有周英的长处啊 我让他进六传厅 自有我的道理 大哥 我觉得即便是周英没他父亲这档子事 他也不应该进六传厅啊 他凭什么不能进 女人就应该待在后院里 大侄子 你让他出来做事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那不是砸了我们吴家的牌子吗 老四啊 你想太多了 有大哥我在 谁想砸吴家的牌子 有那么容易吗 大哥 你听我说 吴卫文 还钱 还钱 你怎么算了 有酒吧 我刚才给你们一点点 大老爷 大老爷 你们不能进去 门玉峰 你少再就是啰嗦啊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家老太爷这个债 今天你是还还还是不还 你要是不还我可喊了啊 吴卫文 吴卫文 怎么回事 我说吴老爷 平日里 你可是从来不上 我们纯凌之礼的 今儿个 我可亲自上门了 吴老爷 这俗话说得好 请客不请嫖客 欠债不欠赌债 今天这个钱 您无论如何得还给我 这谁欠你们钱 怎么回事 说是有人在他们那儿吃饭 喝酒 赌钱 请姑娘唱小曲 但是一文钱都没给 还说自己是吴家冬院的老太爷 要钱呢 去找吴家冬院 爹 要不你先进去 这边 这边交给我来处理吧 这么热闹 什么事啊 大老爷 您可回来的 我们脆炎的战 你可以结了吧 别着急 刘老师 今天别想再赌了啊 谁赌你啊 谁赌你啊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能关你 行 我说四哥 你还欠我们三十两银子呢 你放心 赌债我欠 情债不欠 这是个规矩 爹 你也在 你这 把他们都给打发了呗 白哥 这位就是 来来来 三位 跟我走 既然愿意认账 那就再好不过了 走走走 看见没有啊 我周老四 从来都是言人有信 今天给你们结 就等不到明天 以后别跟我叽叽歪歪的 四哥 那你常来 来 啊 清家公 要不要到别院 咱们哥儿去啊 喝几桌 你 聊点摊 不用了 我还有事 那我就回别院了 不好意思 什么东西 这一天 都什么东西 大哥 这什么事啊 这在外面吃喝调赌 还说不砸咱们老家的牌子 还有规矩吗 老师 你带你说一声啊 还有规矩吗 你怎么就不能改一改你的毛病 我有什么毛病啊 我活得潇潇洒洒 痛痛快快的 自认着呢 你看你刚才做的事情 我做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要留在这儿 既然我们已经决定要过安稳日子 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 安稳日子 安稳日子就不能喝酒 就不能赌钱了 就不能听姑娘唱曲子了 要是这样 我宁可不过 爹 爹 爹 你们别吵 别吵 不是 不是 您听我说 这件事呢 不能全怪爹 我也有错 是我想得不够周全 爹 这儿呢 有五百两银子 您收着 无论你想吃什么 喝什么 玩什么 你尽管去 但就 就别设账了 你看 这多不好意思啊 不行不行 那 那我就谢谢你了 还是女婿好啊 睡觉下喽 你为什么要这么包容她 因为她是你爹呀 朕对不起 等她睡醒了 我一定好好骂她一顿 你爹她 无拘无束惯了 就算你骂她 一死半会儿 她也改不了了 但是既然我已经 嫁入了冬月 又一心想跟你过一辈子 她是我爹 那从前的很多习惯 怎么着都得收敛啊 别急 慢慢来 你看你爹 刚才那里 都被气绿了 没事 有我在 那你说 爹 会不会把我赶出流传亭呢 没事 有我在 你 我 在 你 我 好